在东南亚老挝摩顶经济特区生活创业的第333天 现在是老挝时间9点 室外气温24度 今天我早早的就起床了 有两位网友说他已经从西窗巴纳过来了 现在在路上 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他们可能就进来了 今天晚上从酒吧回来之后 我本来以为应该是要一个人睡了 结果 爱情来登门了 又简单的谈了一次爱情之后 今天还尽量神清气爽 狗狗很安分的躺在这边睡 一看到我走过来就爬起来了 有个网友打来语音说他进不来 就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人都进不来 这还这么搞 这不是浪费广大网友的机票吗 这要遭这种趋势 他娘的我都不敢轻易回国 看来只能是护照不断的去签了 刚刚他又打来电话说已经确认了没法出来了 要么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想过来玩要先到你们的户籍所在地那边开一张出行证明 应该是要有三个单位去盖章的这样一个东西 完了之后再过来 紧接着刚刚另外一位网友他打电话过来说他到口岸那边 接下来我赶紧出门去接他进来 现在我换好衣服了 接下来赶紧出门去接他进来 但是奇怪了 怎么有人能进来 有人不能进来 这怎么回事 准备要牵着他出门 开心的不行 到处乱窗 这我都快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之前是拖着死活不肯走 现在是猛的自己就先往电梯里面冲了 接下来 站着他骑着我的牛波机里前往口岸 经过了上午分钟时间 我就到达了口岸这边了 再站着他 到了南亚客厂这边了 放了一下录注 现在我到皇宫小吃这边了 点了份土豆牛腩饭跟茶派 这家伙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现在我吃饱喝足了 电动车好像没什么电 接下来我打算把电动车放到店里面去充下电 现在我到了店铺这边了 前脚旅游服务中心 还好有来充电 都只剩下25%的电了 我没充就没法接人了 接下来换上另外一辆车的旗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休息休息 感谢VIP500号 他买了一张策码 他亲口卡 现在我们两个人到了爱沙咖啡这边来了 点了杯张牌咖啡 跟了咱们的VIP网友喝完咖啡之后 就去了相遇足疗 因为有点累 所以直接就睡着了 就一直没拍 睡醒了之后 边上的这个小狗 一直穿来穿去的 怎么样的 带着他出门确实影响拍摄 后面也不是下了一阵雨 带着他在街上溜达 肚子上好脏 我现在我带他回来 等一下给他洗个澡 自己也洗了个澡 看看我去洗了个澡 给狗狗也冲洗了一下 给他吹风机给他吹 他又要躲 不给他吹 他又窝在这里面 瑟瑟发抖 用衣服给他包散 这样子 他应该不会那么抖的厉害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可以看到外面天都已经黑了 下过雨的天 气温一下降了好几度 我感觉这样穿短袖 都稍稍有那么一点冷了 三分钟时间 我就到了口岸这边了 可以看到这边都没什么人 这两天 劝房的人太多了 今天又劝了一个网友回去 带他到向右来 开了个100块的房间 长这个样子 当然是只有有咱们的VIP卡才是100块 没有VIP卡的话是120 那我们两个人从主街逛过来 现在逛到了山坡这边了 今天晚上老欧妹还挺多的 我们逛到铁皮房这边来了 这里面的位置也还挺多的 现在我们逛到最后一条巷子这边来了 这几天他剩下的老欧妹还很多 没什么客人 带着他到铁皮房里面提取了一张体验卡 现在我到了这个沙县小吃这边 点了份酸菜蛋炒饭加两片豆腐片 我的酸菜蛋炒饭跟豆腐片上来了 开吃了兄弟们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偶遇两位VIP 现在我们三四个人 又开始在主街这边溜达起来了 我们几个人又再次逛到了山坡这里来了 剩下的妹子还有很多 他们一人找了一个啥通宵 现在我们一堆人再次的来到了万里会这边 今天晚上又是唱K的一夜啊 兄弟们 万里会498的爆房 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勺还可以 这个屏幕也够大 现在我们点的两大酒上来了 接下来小喝两杯兄弟们 然后唱这个喝着酒 搂着老我妹生活 那就一个惬意 现在我们一堆人喝的差不多出来了 接下来各回各家 我可能要去吃个贵州牛肉面 现在我们一堆人跑到了这个贵州牛肉面 这里 现在我们的牛肉面上来了 他们已经吃得酥啰酥啰的了 现在我们吃完了 我回到了主街提放电动车的这里 可以看到街上那些导油店还开着 里面的妹子们还剩下个三层左右 接下来我要回到店里 把这个电动车换回去 前面那个放在店里面充电 现在我来到了店里 接下来把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拔一下 回家了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我一回到家里 这家伙就兴奋的不行 拼了命的腰 冲过来摇我的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